大家好,我是Lam 可以打開書3A書45頁第16條 這裡講到有兩個Sphere 一個叫P,一個叫Q 分別他們的半徑是3Cm和7.2Cm 我就給了一個資料 如果Sphere R 是等於Sum of that of Spheres P and Q 請問我的半徑是多少 這時候將兩個球體 一個叫P,一個叫Q 一個叫P,一個叫Q 單位半徑長度是3Cm 另外半徑是7.2Cm 將它加起來 Equal to the sum 這兩個的表面面積 就等於這個新的叫Q 就問你這個球體的半徑是多少 第一件事又是一樣 要知道球體的表面面積條色 就是4piR2 再加Q 4piR2 原來就等於Sum Sum的也是4piR2 我們現在加了新的 Radius就是RCM LatRCM be the Radius of 3 Radius of 3 拿完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準備好些 好了,看看有沒有發現 這裏大家都有4piR2 不如就一次過按 全部都除掉 所以3次即是9 再加7.2的2次 看這個先 等於2次 好了,按機 9加7.2的2次 60.84 開方筋7.8 所以 所以 The Radius of 3 等於7.8cm 等於7.8cm 這樣就做完這部分了 看看這部分先 好了 好,看看B部分 B部分就說 請問Volume Is the volume of Sphere R is equal to the sum of that of spheres P and Q 他說 咦? R的體積 是等於 P和Q的體積相加 為什麼呢? 所以這次要計算體積了 所以這次要計算體積了 P和Q的體積 Volume 只是B部分 對的 B部分 Volume 3次 p is 3次 再計算 另外是volume of sphere,sum of volume of sphere,p and q 又看看是多少,看是否一樣,要一樣的就等於,不一樣就不一樣,所以就不等於 4 over 3,pi,r,3,3,4,3,4 over 3,pi,r,3次,另外一個r是7.2,試試按機,我們可以留一個pi,可以方便一點 4 over 3,4 x 3,乘7.8的3次方,632.736pi,到這裏,4 over 3,乘3的3次即27,再加4 over 3,乘7.2的3次,906.912的pi, 好,單位都是3次方的,cm3次方 好,看見到這兩個數據不一樣的,那就說它做no了 因為volume of sphere,r,不等於sum of volume of sphere,p and q 所以,no了,they know the sum of depth of sphere,p and q is not the volume of sphere,r,就是這樣了 我會拍攝這個題目 是not recol to the volume of sphere,r,b and q 我會拍攝